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耶雷米奇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 今年10月28号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第二届思路国际论坛 预计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